想要幫助你喜歡的內容,讓更多人看見嗎? 只要把它縮成短網址,點選加強推廣, 選擇要推廣的天數及想要面對的客群, 就能曝光給更多人看了! Supra Link,現在馬上試試看吧! 哈囉大家早安,我是Emma, 今天的科技小電報由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新聞啦! 首先第一則,在上週9月17號, iOS 14正式發表後,有多少踏有勇者更新了你的iPhone呢? 根據知名的分析公司的數據,在iOS 14、iOS 14發布5天後, 活油裝置的軟體更新率已經達到26%, 超過去年iOS 13發布一週後的更新率20%, 而目前為止的主螢幕小工具已經證明是最受歡迎的更新之一, 大家紛紛在網路上曬自己的桌面。 一個知名的Youtuber也上傳影片跟大家分享教學, 覺得它如何客製化iOS 14的手機桌面, 上傳不到一週就有將近600萬的觀看次數超猛的! 不知道大家會想看我們編輯們設計的桌面嗎? 再來呢就是尚未發表的iPhone 12, 有新消息傳出啦! 目前啊爆料出來的最新日期呢是10月13號, 不管是不是真的都請盡情鎖定我們電他少女啦! 到時候一定也會再和大家一起看直播的喔! 講到新機發表會,Google原本預計在9月30號舉辦Pixel 5跟Pixel 4a 5G版本的線上發表活動, 但卻被發現已經在好幾個歐洲電信商網站上架, 根據英國電信BT的消息表示啊,Pixel新機將在10月15號開賣, 而Google Pixel 5的規格也都全部曝光了, 搭載6吋的類螢幕重151克, 搭載高通驍龍765G晶片, 支援90Hz螢幕更新率跟HDR, 鏡頭呢是1220萬畫素的主鏡頭跟1600萬畫素的廣角鏡頭, 前置鏡頭是800萬畫素, 電池是4080mAh, 支援18網快充, 有無線充電跟反向充電功能, 提供黑色跟綠色兩個版本, 而8GB、128GB的版本呢售價是615英鎊, 換算台幣大概是23000元左右, 不知道又符合大家的期待嗎? 再來呢是關於筆電的新聞啦, 專門評評筆筆電的外媒Laptop Magazine呢, 針對筆電的評測結果、設計、支援、保固、性價比, 列出了綜合評分最高的一個筆電品牌排行, 第一名你們猜猜是誰呢? 搭…是華碩, 再來依序是Dell、HP、微星、MSI、 跟Lenovo為前五名, 華碩主要是憑藉創新性的產品, 包含我們介紹過的雙螢幕Duo系列 以及效能極佳的ROG Mothership等等, 在綜合評比獲得了第一, 而Dell的XPS系列跟HP的產品線也都獲得很好的評價, 不過很有趣的是呢, 在講到華碩跟HP10都有提到售後服務可以做得更好, 從11名跑升到第4名的微星MSI, 也因為創作者系列筆電的定位成功, 加上原本主力的高階電競筆電也強化了設計跟效能等等, 獲得很好的評價。 至於蘋果筆電則排在第10名, 被認為創新度不足之外, 定價也比較高, 無法提供用戶更多樣化選擇的產品。 嗯…我正在哭等14寸的Mabu Pro, 不知道會不會推出時就是搭載ARM架構的Apple Silicon呢? 講到ARM當然也要提到剛熱騰騰收購ARM的NVIDIA了, 跟大家再次介紹NVIDIA即將在10月5號到10月9號舉辦的年度盛世NVIDIA GTC大會, 可能過去大家對GTC的印象還停留在執行長街創辦人黃仁勳的Keyno, 還記得今年初老黃從考商裡拿出世界最大的顯卡嗎? 而9月初的Keyno則是介紹最新推出的GeForce RTX 30系列的顯卡, 而這次秋季NVIDIA GTC大會的黃仁勳主題演說時間則是定在10月5號晚上9點進行, 不知道大家最期待老黃端出什麼樣的內容呢? 實際上NVIDIA GTC大會還包含了論壇、技術討論、學習培訓指導, 共有五、六百場的演講展示應用在各行各業, 像是人工智慧AI、繪圖、高上能運算、網路、虛擬實境等領域的最新技術。 而參與NVIDIA GTC大會就有機會, 跟來自不同企業團隊的AI跟其他領域的專家交流。 Emma認真研究了一下,覺得很多講座都很有趣, 已經跟NVIDIA舉手報名。 這邊也請NVIDIA提供了五個免費名額開放給我們的TAT有抽獎喔, 詳細的資料就請參考我們的影片敘述欄啦, 或者是今天9月25號是早紐優惠的最後一天, 敘述欄也有折扣碼,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喔! 最後來講點輕鬆的吧! 吉普利工作室在官網釋出400張劇照, 提供搭載合理的範圍,無償使用。 對,先說商業用途或是盈利是不行的喔! 這些劇照啊,包含了神隱少女、岸上的潑妞、 介護少女愛力提、風起、婚業姬物語等等等, 每部電影各50張高畫質的劇照可以下載。 沒想到網友立刻在推特發起第一屆推特吉普利大吉利大賽, 幫各種劇照啊,配上設計對白, 然後經典的畫面瞬間變成超中渴或超好笑的迷因圖。 很多網友的創意真的太有趣, 看過就有點回不去原本的電影了。 現在就連地方政府啊, 大學或是政治人物的臉書粉絲團也紛紛跟風, 最後就用這張在推特上的迷因幫明天要補班的太友們打氣吧! 喜歡今天的影片也別忘了幫我按一個讚, 也要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也別忘了訂閱電踏上你的頻道, 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才能接收到第一手的消息喔! 打掰掰!